消防隊員全副武裝進入火場前 先要經過這一關 跟指揮官報道 先掃描屬於自己的QR Code 只要消防隊員氧氣瓶含量過低 系統就會發出警訊 就消防局前幾年 就開發第一代救災安全管制APP 有別於以往都要在現場白板上 記錄氣瓶的含氧量 現在更精確且方便 更可以精確計算個人數據 保障打火弟兄的安全 我們透過自己研發 去構思說如何讓同仁 能夠快速的管制進出火場 並且掌握他的位置跟控氣瓶的殘壓 有效的利用警報聲 儘快讓他們趕快通知他們出來 後來經過這四年的經驗 還有一些改良 我們後來大概又跟民間 捐贈了大概二三十萬塊 然後我們把這系統再改版升級 並且在這個平板電腦 也升級一個大平面的平板電腦 那主要升級的部分 在於盡控掌握的每一個人 進去的一個氣瓶的使用的殘壓量 讓我們外部的安全管控人員 能夠確實知道 他裡面的每一個人的氣瓶殘壓剩多少 因為進入火場滅火救人 會因為環境和消防隊員 個人的身體狀況 耗氧量會有所差異 消防局今年推出第二代 就在安全管制系統 裡面進入了每個人的耗氧量 這次系統大大提升 這個東西比以前更方便 以前還要用那個白板去寫 那這個東西現在目前已經都使用APP 可以更瞭解那個同仁的使用情況 然後也省了很多的時間 它的氣瓶的使用耗氧量 它可以幫我們精準的計算 每個同仁不同的體能狀況 那使用上會更方便 救災安全管制APP 那107年使用到最近的時候 那經過這幾年我們在使用上面的一個改革 還有那個整個在改變 那目前已經出版了一個安全管制APP2.0版 那這個2.0版最重要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可以掃QR Code 然後每一個進入到現場救災的一個同仁 它的氣瓶量我們都可以做一個安全上的一個管制 所以包括它進入到的室內的一個位置 在現場我們在現場的一個救災安全的指揮官 它都可以了解 那這個部分我想對我們所有的在使用上面的一個 救災上面的一個同仁 達到他們一個安全管制 那過去我們在安全管制 都是使用白板 那這幾年我們開始使用這個安全管制APP以後 我想代替了這些白板 那我們整個管制作業也變得比較科技化 而且比較實務上能夠發揮它的一個效用 那我們2.0版出來以後 那我們已經開始在擴大使用 同時我們最近在全國消防首長會議裡面 也把這個2.0版的一個安全管制APP做了一個專案報告 那也獲得署長還有全國各縣市消防首長的一個認同 混混在這個討論這個安全管制APP的一個擴大的一個使用性 就在現場瞬息萬變 有了這套系統讓指揮官可以隨時掌握 打火弟兄在火場狀況 讓他們在保護民眾之餘 自己的安全也受到保障 現在代替羅琦 Blairleson Gil脹 記者黃瓢銘馬力報導 記者黃瓢銘記憶福島 記者黃瓢銘記憶福島 記者黃瓢銘記憶 ensure 按 персон實憶榮記憶 Brahmin 578 記憶報道 記者黃瓢銘記憶保 cel1期 記憶 Brenda紅融思憶美味 問同時 brauch